邀文時間 很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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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下就習慣 随著我們越來越來越人強馬壯的關係 這就是合理的分配時間 也不必 之前邀文經常講香港的改制 待會也會講 不過講香港之前先講其他地方 普京簽署的法案 黃絲總庭 不可以再競責任略期 其實普京 連任都不是第一次的事 我們很實際地講 在制度上 普京一直都是越獎 只不過當中有一兩天的時間 他就給了一位傑夫做總統 但他正在做總理 然後再反過來 他再做總統 不過這次連任這步的步驟 也懶得做 直接簽署 可以再多兩次喝 其實俄羅斯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是普京一路死頂著 普京應該是全部科學 所有人都過了20萬 如果香港人算移民 現在的香港人想移民的話 那些人 俄羅斯人想移民 香港有五成十個的狀況 尤其是科學家 或者做事 是全部人都想移民 而且人口還在減少 即是說生子不足 還要拼命移民 而且沒有人進入 沒有人移民 所以整件事 基本上俄羅斯才是一個 非常絕望的國家 而就是靠普京頂著 我曾經說過 我不知道你的時候是否在 就是說俄羅斯的科技頂著 沒有了俄羅斯 沒有了俄羅斯 就玩完了 而且靠之前還有 其實中國的GDP 大家可能不會感受到 中國的GDP 是過了俄羅斯沒多久 大家知道中國是很厲害的 但是人均 只不過他整個俄羅斯人口太少 所以你不覺得 所以就不是特別覺得 他等於俄羅斯 應該大約等於 廣東省廣西省加起來 之類 就是說 他還有之前 因為蘇聯的時候 畢竟是一個挺富裕的國家 大家覺得他 其實他挺富裕的 至少富裕過俄羅斯部分 富裕過其他部分 富裕過大部分的部分 所以他還有一些 俄羅斯富裕過 蘇聯富裕過中國很多 當時大家不覺得 外貧政國家都是衰的 都是窮的 但是窮之中也有 也有住公屋 住公屋 住公屋 是不是 所以他的狀況 和後來有些資源資源 但問題就是 所有的人材流失 所有人材流失 人材流失都不能打 知不知 就是怕那些人 什麼戰鬥民族 死頂著 所以普京做得 普洛斯唯一的希望 就是普洛斯做得越來越好 如果普洛斯不做 不要打算任何體制 普洛斯不做 普洛斯不做 少環堯 但是很現實的問題 其實普洛斯現在都68歲 68歲 是一個 叫做 叫做 開始令人擔憂的年代 就像我這樣 就說七上八下 即是說七歲繼續 繼續硬上 68歲就退休 普洛斯現在最大的問題 其實在於他的繼任人 就不是很堅困 人們會說 是否劉德威爾夫 因為他之前 普洛斯退下來的時候 即是退去做總理的時候 就被劉德威爾夫兼做總統 但是 除了這一刻之外 又不是很見劉德威爾夫 我想沒有機會 不用想 因為 如果普洛斯再要去找 他會找一個四十多歲 他不會再找 你一個十年一回 因為傑夫幾歲 我想他不可以再找一個 他再找一個隔代的年輕人 類似當年胡錦濤那樣 過一個狀況 這麼年輕才行 即是我不認為普京可以 我不認為他可以暫時來說 而且立署太早立署的人 會覺得他會退位 所以我想五年後 五年後 七十多歲 或者身體 你想想到時候 你想想想葉利欽 葉利欽什麼時候是立署 葉利欽突然說 他一立署 立署就立即要等位 那一隻 所以普京我想 都會維持這個狀況 即是我死的關係 關人鬼事 我一日不死 我一日舉權力在我手上 這就是普京的狀況 而問題就是 這個狀況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是普京死了 那麽俄羅斯也頂不住 即是現在那麽俄羅斯 嘩 還很厲害 其實已經千瘡百瘡 已經是死頂住 即是你只要 或者只要極權去搞 一直邁向中英集權 如果不是 你沒辦法 我綁住 即是 有一個政治的 rule 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 紫產講的 我應該講過紫產這個故事 很久之前 但有些人身家也沒有聽過 紫產就是鄭國的一個最 你一定知道 鄭國當然最出名 紫產自正你最出名 紫產自正最出名 就是不廢 不廢不為鄉效 你有沒有聽過 不廢不為鄉效的意思 即是說 他容許言論自由 容許言論自由 怎知他死的時候 就叫個 手下 好像是公宿座 叫那個計印銀 就說 喂 你千萬不要給人家自由 你給言論自由就麻煩了 那他就說 你自己給人家言論自由 你不給的 你不給我給的 那之後 他就說 你不知道的了 你搞不定了 那些議論自由 只有很得行的人才可以 你這麼笨 搞不定了 所以那天一來就搞不定 到了最後 到了最後 就要強硬措施才能管得到 即是立即國家亂了 立即不停地暴亂 不停地搞一些事 因為他忘記了紫產 因為紫產應該做 我不記得他做了幾十年 做了二三十年之類的 那個成相 那些人他已經忘記了 紫產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是很高壓的 即是高壓了一樓 然後搞得社會好了 就好像是李光耀那樣的形式 搞得他好 才開始開放言論自由 所以實際上 你開放是很嚴重的 開放你要是很好的 很好的 有很好的政績 你才可以開放 而且要掀制 掀制了一大 才可以開放 因為政治 那些人經常被西方 言論自由 那些人權 言論自由 那些理論去解釋 因為那些人沒有讀 你多數都 你如果一讀過 你就會發現 原來你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像孫中山 睡一會兒睡一會兒症 你才能夠獲得 那個 嗯 睡一會兒症 把人都抓走 或者大家一起去侵略 別人 很開心 拿了別人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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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別人的女兒 但是當時 國內本身的言論自由 國內本身的言論自由 就是一定要這樣才是 唯一能夠管理到的發展 那我相信普京 如果如果普京不高壓 就在俄羅斯崩潰了 那普京就好像 類非的話 也會把他類非當李鴻章 就是在南船上不斷叮叮鼓鼓 是对的 大半藤他给与龙州的好处 与龙州上的仕探 而他没有 俄罗斯的情况都已二三十年 都开始有人不满他的施政 所以前半这个反对派大选 在俄罗斯全国内都加过一圈一合合 今次的迁存会不会有关 我想是的 但不满事件其实不满了很多年 所以我估计他会继续下去 而且当他面临任何重大威力的时候 他必然会拉对方坐牢 所以你是不满 你任何不满是没有办法的 你没有办法能够sustainable 没有办法可以永远维持 而普京就是 普京均塌了 社崩溃 俄罗斯的局势应该都蔓延不变了 我们看完俄罗斯 看回香港 最近很惊合地说白票的问题 曾华为局长就说 会研究建行的制度 是否足够处理白票的现象 他这个说法很引起讨论 甚至引起议议 因为如果你说煽动人家投白票 那平常上可能可以触犯统的国安法 但是叫人家投白票 真的又不能用去 另外这个是这样的人 呼吁人家投白票的 自己投白票本身 是否又要处理呢 那这个呢 自己投白票是不能处理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投白票 你不能检查他 所以自己投白票 你只能够拉到叫人投白票 或者自己投白票 你不实际 理论上应该拉到 但实际上是没得拉的 是的 那他今次的说法就好像 现行制度可否处理白票 就不只针对一些叫人投白票的人 没有人投白票 都要处理 至于如何处理呢 刑事还是不算呢 又是另一个讨论中间 但我肯定是灵士 因为如果是什么 你没得不计 因为白票自己肯定不计 确实 白票你一个人赢 白票肯定是不计 第一 第二 白票是肯定不可以有罪 因为你不可以查到一个人的白票 不然你不如记名选择 记名选择 记名选择 对不对 你不记名选择 你一定没有办法检查白票 所以你只能抓到鼓吹头白票 但其实鼓吹头白票 对于你的伤害是不太大的 因为你不是鼓吹头对家 只是鼓吹头白票 只不过问题是 你杯葛选择 杯葛选择的人 多数都是反政府的人 对不对 十成十都是反政府的人 即是说你如果是反政府的人 你不参与的话 你就更好 但问题是他只不怕 你投白票的人太多 而那些人就会把投白票的人 拿来做文宣 那个文宣就说 你看看几多人反政府 即是用投白票作为反政府 等于是用公投变成独立的状况 但我认为白票这一样东西 就是 他这个是超前部署 但问题就是 我不认为白票是可以能够到着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着岸 所以他如果做这个 其实只是做 总之你要做的事 我就不让你做 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相信 会很多人白票 投白票投到 可以作为一个抗争工具 可以作为有力的抗争工具 就是我不相信这个 至于进入到场 都是那种立场的决定 还是投什么 你都很难在外面说 很左右他 但不是你 但问题第一 我鼓吹都可以咬你 就是为了 我不想你任何 有少少的 就是那样东西 明明就是 假设 你可能来一个抗争运动 你可能是说 我们鼓吹唯利泊车 就是为了别人黑街 如果这样 你鼓吹唯利泊车 我也是当反白 你鼓吹唯利泊车 你也是鼓吹反白 所以那样东西 但问题 一个是从法律层面 一个是从政治层面 从政治层面 都不觉得有 投白票有任何作用 就是你如果用投白票 作为一种抗争手段的话 就好像我经常说 IQ博士那个人 是说 阿超人说自己 勇敢食肆 你自己食肆 就当是一个抗争手段 我觉得是枯构的 但问题是 你投白票有什么抗争 等于那些人说 捐了钱就当 捐了钱的话 四餐龙门餐厅 就当是抗争者 那一种 但IQ精神已经瘋了 但问题是 当然 你投白票 法律上可能是有问题的 只不过现在 现在就是 如果你连投白票也不准 即是往死里打 即是 应该好 你人带都有一片拳票 即是 如果你没有白票 即是说白票不能投得的话 起码你有个抗争人 即是取体非法倒播 最有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不投票 不 你不投票 就等于投白票 他们的心目 但问题是 即是往死里打 当然我不认为投白票 等于你鼓吹 你鼓吹别人 你不是来拍车 我都可以拉你的 因为鼓吹别人 来拍给你 法律上的确是有些问题的 但你 你也是有些国安问题 但问题就是 这件事 就不会有很大的波波 也不会真的影响到 但现在很大旗鼓 其实 鼓吹投白票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我直接拘捕两个人 就是不用说 不用说那么多 所以我认为是 即是说警道行不行 你漸漸都会 都会发生 即是不用大张旗鼓这样做 但是 但你现在这样做的意思 就是说 我不给你有任何一个 反对政府的机会 我那不投白票 我投费票 我两个都吸光了 是的 一样 你一百万的机会 不是 你现在的问题 不是你投的问题 投的问题是没有罪的 你不要说投的问题 是鼓吹问题 你鼓吹两个都吸光了 是一样 跟鼓吹不同 就明白吗? 是两者是一样的 投票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鼓吹问题的 OK 所以你说的那样东西 是等于投白票的双方 好 投不投白票 这个就关于选举事 讲到选举 通常大家最关心 应该是直选的 现在 就因为泛民的参算意欲缩大减 所以建制派成性最激 就是洪心壮志 打算20席都打算全部立了 不是 打算过半的 现在过半都不做 直接20席都立了 因为泛民说不出来选 就是这样 当然白甲党有出声 有些部署说好像想冲出来选 但建制派好像已经准备20席立了 但如果他那个不知是否比例代表 就是你要分两个人选 还是分一个人选 现在是商业值单 不是 商业值单 就是比例代表 我可以一张票出两个人 就是商业值单 我也是一张票出两个人 所以他怕是比例代表 还是要分两个候选人 就是说 所以都是有什么的 明白吗 所以商业值单 就是你也要看比例代表 如果比例代表会好些 你有机会 如果不是你又怕分薄一票 你找两个人出来 所以整件事是很尴尬 但问题就是 如果是这样 你要纳一个半 你就要派两个人出来 你就会有风险 所以整件事 但如果你比例代表 如果你比例代表商业值单票 你又有机会被对敌人全取 对不对 如果他有七成票就全取 所以究竟是什么票的话 你如果两个人找到 就算法民 他找一只猪出来选 他也会选赢 就好像当年区议会 你陈梓维出来也会赢 当然现在实际上 没可能发生 现在我是第一个说 建制派会破坏 你记不记得 我和你一来做节目 其实更早 因为你越大反抗越少 这个努力压力越大反抗越少 我第一个说 建制派会破坏 根本就不用怕 根本就不用改一个选举 你都赢了 我已经说了第一个说 即是在 这个节目开始没多久之后 已经在说 压力越大反抗越少 这个努力 这个选举定律 所以 其实怎么选都行不到 但问题就是 你建制派 你要全取民主派不选 但民主派多少 都会有些人出来选 譬如我知道张秀燕要出来选 张秀燕要出来选 不知道 但他应该出来选 因为他们这些 如果你选过什么 民主派派人出来 有些名气都会赢 所以你不可能浪费不选 现在来说 地区直选委麻烦 我想相信一些 譬如成名以九位 南北美娟 或者是张国君 或者是郭艾强 又走过去冲选 选委 选委有时候 都够赢了一半 现在的努力而远 地区直选 可能变了很多新人 便出马 建制派是什么新人 李子敬 所谓新人 实不懂 新人可以 实不懂 李子敬 再看看有什么人 我们未至于能力 就算我们说出来 那些观众都不懂 我想都会是全新人 大部分都是新人 建制派 建制派已经不怕 已经是 我早就说了会过一半 问题就是 一早就会有一半 但问题现在反而可能少了 因为可能就是一半 因为泛民到现在 你走出来 你找一个好新人 然后对你新人 你也是我的值 你不要以为 到最后 虽然 他们已经立了大陆 已经是 很多人已经发责了 泛民很多人 不用算了 发责了收了income 收了什么 收了黑暴的钱 美国钱 台湾钱 那些 已经收了 地産百贪赴的钱 很多发责了 但问题还有很多贪赴 你知道 你知道 在泛民之中的贫富 是很厉害的 所以还有些很穷的人 收不到钱 很多人都要出来选 嗯 嗯 嗯 希望今次这个直选 和这个选委的机制 可以令到整盘 健康一些 简单来说 就是要清黄 又有交接 是没错 这个是最希望最好的 如果你说像普京那样 就非常糟糕了 普京那样 不知道谁 这个新的机制 应该可以培养 香港不会发生 因为香港不是一个 香港不是一个 最高的 香港只是一个地区的地方 不是 只是最高 只是最高 因为你去到最高的状况 就是好像选总统那样 嗯 是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 没有人真的这样 你去到最高级的反而 才是这样说 才是那个律是最少的 你叫越是高级律是最少的 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话 你便要申请 有什么大学毕业 有什么 有多少年工作经验 但是你越是高级 就不用他打工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一个地方的一个位 越是高级 你那个滞爪越少 你选行政长官的滞爪 是少过选 你应该选择 就是看这个规矩 是少过做AO的 AO是难ιο行 » 是否才会比 الم常务 你实际上哪些 你越是高级 你越加上高级 你越高级 但你越阻止 高级是你孰姿 炎了 赎争單人 你 Apply完后 你赢了 你什么条件无要 leave 什么条件无法导 你不懂得字 对 理論上 對 對 只有你打工仔才需要條件 人家不用條件 未來應該有三場選舉 有選委選舉 然後有地區直選 然後就是行政長官選舉 到時大家就會開始對這個政圈 開始了解 因為過了2019之後 相信大家都會比以往更加關心政治 會知道自己投了什麼人 但是我相信 有些人比以前更加不關心 我期待一下未來三場選舉 如果像電視劇那麼紙牌的選舉 應該都很精彩 你有看紙牌嗎 有 今天要聞就暫時到此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常公子 我出現當然是和大家帶貨 剛剛我星期六 四月三日晚上七點半 亞洲電視主辦的 比特幣及加密貨幣的進階課程 上了第一課 上完第一課之後 各個學員都讚不絕口 賣花、讚花香這些東西 我不害羞的 那一瓦市八十多頁 真的 份量十足 我在此再次呼籲大家 請大家可以繼續報名 我們的 比特幣及加密貨幣的進階課程 不要緊的 你現在報名 第一課 你可以完全在網上重溫 有心不怕遲 我現在作出最後呼籲 希望大家 會盡快報名 我們的 比特幣及加密貨幣的進階課程 我等著大家 拜拜 我先說一問問 我先說一問問 Follow-up這個選舉改制的問題 就是八格黨十先跑出 打算出賣手足 就說什麼呢 就是民主黨內部開會 就問一下區議員雖然宣誓 黨內的中委 就跟那些現用區議員一起討論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大部份區議員都不得要宣誓 都覺得要宣誓 即是參與宣誓 沒錯 那怎樣出賣手足呢 那時候說不割席 那時候說明不怕 不會屈服於政權之下 那宣誓算不算割席 宣誓算不算割席 你的割席就是什麼 你不承認他的東西才叫割席 一般來說是這麼說的 但是現在呢 你知道心亡愈來瘋善的情況之下 雖然他們末時也很瘋善 你去食物幫忙都變了割席 那何況是宣誓 那當然 首先是講一個問題 但是 當然 到最後 你所有 所有 所有 所有參與者 和叫口號 是不同的 參與者 一定不是現實主義 到最後 所有那些 所有那些 所有那些政客 所有那些什麼天真 那些什麼熱血 那些什麼 那些人 一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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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一度到入到政治之後 無論你多熱血都會變成冷血 都會變成一個計算 就是 熱血在政治是不存在的 一旦你一旦染熱血的話 你就已經死亡了 所以那樣東西 有一個自然淘汰 那當你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 到最後你發現 如果你 如果你不宣誓 你就什麼都沒有 那你輸了小時候 才有區議員做絕 而且就有良知 對吧 所以到最後 你說不宣誓就很笨 到最後你都一定會低頭 就是吃滑你這件事情 所以 如果不是 你什麼都不是 如果你再回去 扣州 你還可能是一個責任 所以到最後 還是做個區議員 再做一點 這件事 你很現實的 做政治 一開二去做政治的話 我看你很久的 就是整班 2019年大家都學現 而他們走出來 走出來 走出來去做的時候 我覺得 那件事很久的程度 很難令人理解 因為到最後你會發現 原來 原來 到最後 如果你是做了區議員 你會好一點 原來你沒有政治 到最後你捧出來 那些人 或者所有你支持的人 都會變成你爭議 或者自己都會變成你爭議 明白嗎 因為到最後 那個現實問題 就是政治 人家 現在的政治架構 是一個自然演化現象 如果根據一個自然演化現象 一個biological的一個 生物系統 你呢 你呢 假設你現在一個 所有的系統轉變 就是所有的基因變異 10個Gabini之後有9個 或者100個之後有99個 那個Gabini是碎的 但是你之後有得好的 那好的就是流傳 如果你是作出任何的小量改革的話 你的小量改革 因為你是對著那個建制 那個建制已經進入了很久 你是必然的小量改革 必然是壞的 必然會是 就是說 必然會是失敗的 那你有一些事情可以改進的 沒錯 但是如果你要再推翻它 再重來的話 那就是對不起 其實這麼久以後都沒試過 這麼久以後都沒試過 成功過的 所以你基本上 你的革命 那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很久的 原來就是 你要去做的事情 是推翻一個 你行之有行 行之有行 行之有行 行之有道理 你不是微調 你是推翻 而那些事情運行了很久的 你這麼討厭那種網絡 所以你必然會是錯的 必然是不成功的 因為那件事是違反人性的 就是說現在他們2019年做的事情 是本身是一種運反人性 他做的事情 本身是不會 揹揹到的 當你共產主義革命的時候 你要發現 共產主義革命已經是最 基本上是人類有歷史以來 最大的一個政治改革 但是到了最後 他在大部分的政治運行之中 他都是回復 重產黨成立了政府之後 雖然都已經做了很多的改革 很多的不同 但是他有七八十百分之以上 都還是回復以前那種政治形態 你改變不了的 你無論任何事情都改變不了 因為那種政治形態是比較有利 到最後都是大家政治分裝 利益 利益宣送 那些人問我為什麼利益宣送 我就回答過 你沒辦法不利益宣送 到最後你都是那些 就是都是不利的那些 無論你是一個民主政制 或者共產政制 所有的都是去做出那一種東西 必然是那個後果 因為你沒有說避免 因為那是一個淹化出來的 你說那個很邪惡 那個蛇 整隻羊仔吃了很邪惡 但是對不起 那是他的生態系統 就是這個數學上的 就是會有一些數學 可以有一些數學上的Proof 但是實際上你做不到 所以到最後你進去民主黨 你進去政治化 你會發現一定要有良知 是最重要的 這個你改變不了的生態 就是讀書 就是不要相信那些人 那些完全不懂得 人家說的話 周建大師教你的政治 就是如果讀過政治學的人 都會得出這個結論 就是首先自己 所以有錢 你離開不了 到最後你都發現 原來你已經習慣了一句 你會收三皮幾 那你怎麼 本來你是失業的 或者你找五人工 現在再收三皮幾 然後第二天你就會 就是那件事 你很現實的 如果不是那天你就會說 如果不是我再上繳 不是你民主黨生存不了 就是會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特別以前是賣抗爭 有選票 現在又犯法 那你投起火派 就走太火了 那更加不容易 是的 是的 所以你是很現實的 這個是必然不發生 那我講完這些選舉的事情 我們講一下社會的小事 那我第一件事是比較危奇的 就是這個 就是越南人蛇 今年就離其失蹤 有兩個警察看到之後 就打算自己撕掉了它 結果那個人蛇就不敢認數 現在就揭發了答應出來 事源於是什麼呢 那時候有人蛇 越南人蛇就在深水埗就 就被人抓了 又可以抓到深水埗警署 那些東西都只是全部過堂 就要放上證物袋 那誰知道呢 事後怎麼辦的時候 發現其中一條今年不見了 那布馬室的兩個人 就打算 糟糕了 不見了一條今年 怎麼辦呢 自己賣一條 那賣一條 他們就打算 那些越南女人應該都沒有所謂 那誰知道賣完之後 最後那個人蛇就不肯認我 就說這不是我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年齣業 就不肯認我 但是就撕爆了 防疫司法攻陣 現在 真的 它不見了就算了 那些東西是 除非它撕掉了 即是嚴重的情況 如果不是 我不知道這件事 是一個honesty 是一個很誠實的 不見了 還是之前撕掉了 就是什麼 之前撕掉了 之前撕掉了就很糟糕了 之前撕掉了就不是防疫司法攻陣 就是整件事 但問題是 他現在這樣就在環境 這樣就非常愚蠢了 那警方知道之後 是大舉緊張 西亞龍重案組 立刻走過去去查這個案件 看看有沒有什麼情況 撕掉了證物 就在我心目中 我想最有名的 都是陶瓦威龍第三集 拿了藉物給錢 去賭錢 是不是 但是電影 實際上是不見了 藉物很大 因為很少會不見 這真是比較奇怪 警方做事 其實是有規矩的 入袋之前 簽的盟權是很多 入袋之後 他們就會扔在其中的房間 正常的 不能入袋 不見了就關人鬼事 陶瓦 一條今年也不會有很多錢 我想一萬多次 一兩萬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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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如南美女 今年 但問題是 你不見了 不見了就離開了 即是為了這件事 你就變成是因小失大 他就是離開了 就是打算自己撕掉了 那撕掉就不是太多 因為我不是這樣 就撕掉了 是呀 不見了就怎麼辦 你還不是說 再給兩件事 這個是 很多人不會做事 一個 慢點 我看完之後 第一個反應 就是在想 會不會有人傻地 以為那件事 close a file 就拿去賣 因為其實警察部 是有將一些 叫做證物 裝款 拿去賣 拿去用的慣例 譬如說 以前捉到一些大飛 當我審完之後 他們會拆那些大飛的人出去賣 這個事情 所以跟我說 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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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 如果不是你還要填數 即是所有人都說 一路走 我解釋就不是去偷 如果不是 那一個人蛇 那個人蛇都馬上送回去 那你就撕掉了些錢 即是有什麼可能性 總之防外施北京城市 就很傻 就很傻 就希望 可以走一走 希望 這個就是一個公道 即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哪個肯定是錯 但希望是公道 不過 現在表面證供 已經是最支持 警察人 因為你現在不見了 那兩條是假的 你認了 如果發現 是天使用你說的 就麻煩 是啊 等到第二件事 一些環保的議題 我最喜歡的議題 就是講的是什麼 廣燈研究 將這個電動車的退入電池 變成後備電池 去抵消電壓罩 等等 進入電池的風點 即是怎樣說 現在電動車是愈來補救 但是電動車的電 基本上是用6至8年 就不可以足夠推一輛車 那廣燈就說 這些退了東西很浪費 我們拆掉電池 就放在 做緊急電源 可能是問電池 或者是徒生燈的電池 就是用這個後備電池去做 我不想學生做那些錢 如果是那些技術性的東西 我沒有不予置憑 因為如果是做到的話 一定是一件好事 不過如果是廣燈的話 就很多壞事 那大家做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住香港 連電池都比較貴 是啊 所以說廣燈 或者什麼 那你只有一百萬人 我們要做個專題去講 如果只講廣燈 但就這件事 是好事來的 正宇 我見到很多壞人都做善事 也不是環保的 但反對浪費這件事就好了 不信 電池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什麼 而是電池本身 是非常不環保的 所以你都不知道怎麼處置 但是當它還要做後備的時候 那些是 做後備都會退役的 只不過用多幾年 是用多幾年 不過最近說電池 有人提出會不會做個 合廢料電池 即是說什麼 現在有很多的核動文 但是發電之後 會做很多合廢料 不過這些合廢料 還是有防射性 即是你做PUBUSH 如果大的發電機 但是平時用來做手機 或者做電池 這些都是沒問題的 整錶 我想你不會拿這些合廢 做手機 我覺得如果放射性處理 的話我會拿 放射性處理不到 不用想 我告訴你放射性處理不到 我直接跟你說 你研究 如果你知道有什麼 放射性的話 你會知道我放射性處理不到 你不用想這件事 是永遠處理不到的放射性 即是環保要營都可以 大家反浪費 當然希望社會更加好 但現在仍然是路途當中 是 很久沒有追蹤過這個TVB的消息 我們就講一下這個星夢前傳 其實星夢前傳現在正在拍攝 在節目中 曾智慧也曾經說 很多人說這個表演是否不做 是真的 然後參賽者就嚇到 他們就馬上說 這個禮拜不做 即是 都可能會繼續做下去 我不知道 不是有星夢幫嗎 現在星夢幫 其實 瓦解了嗎 不瓦解 其實都沒有分別 你變了老闆的話 那星一代仍得到一個表中 是嗎 但是 那節目做不做 就 未知了 但是也要看看 你做不做到事情 因為其實整班人 TVB整班 就是 TVB的狀況就是 我不是說它是廢物 是全部都是廢物 即是沒有人可以打的 所以要由頭整治 那要看看 曾智慧本身 曾經試過是全香港最有創意的人之一 在那一、二十年 在很長時間之外 但問題不在二、三十年之外 但現在問題是 連破路以上臨犯否 他還能否打仗 即是如果他還未上位之前 他想打仗星夢幫 就很不出奇了 即是你還未管理 他還未是敵人 即是就有殘疑 但現在收編了 就變成新公司新老闆 即是他自己拿了自己利用 會不會就是 變成另一套 培養星人的機制呢 因為曾智慧本身 就應該很喜歡用新人 是 真的很喜歡用新人 是的 不過 講起星夢幫 講一下一件比較隙的事情 就是 那時星期二 即是時候 立馬納島 他請了李克勤上去 做這個教員 做講師 然後剛剛上去 李克勤上去 介紹自己的時候 又參與了 居然是不懂李克勤的 然後他之前要說什麼 你直接說什麼 這是我爸爸會播的歌 整個代表出來了 因為沒有響著你 我前天在討論區見到一件事 有個女生說 他坐男朋友的車 男朋友經常駁你一群 而被車的人看到他覺得很軟 唉 唉 所以我不明白 證明你 你人味老屎不二龍 你就是這樣 雖然你的人是年輕 但你已經是個老屎不分味 我覺得李克勤未必是老屎不分味 如果大家對於穩定輸出的音質有沒有要求 就說多話少也會聽李克勤 是嗎 就是想當年看著一半小夜曲 然後還有這一首 你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但我小時候就聽了 我比較喜歡花樂瑞家 還有這個瑞峰雲 但是驅往二一 你說出來我都沒有聽過 太久沒有見李克勤這個人 大家會對於他那個 你沒有看左輪入來嗎 我有看左輪入來 小時候我看左輪入來 小時候我還要是什麼 不識性呢 就是海報呢 不知道那張是一張特別的海報 那我就拿一張頭條新聞 就剪了一段左輪來的廣告出來 貼了在房間裡 就說是海報啦 真是說大約八九歲 沒有啦 我相信他最近的新歌 我想回到最新的印象 都是萬年估值 好像是2010年的歌 十幾年前 即是你現在說的 十幾年前 那時候又沒有這個印象 沒有這個概念 是的 我講完這些 都尚算廣泛的事情 之後 講一下交通安全問題 最近二話 尤馬比上海街 就有個小妹 應該是小妹 就衝了出馬 那在兩秒的短短反應當中 小芭蕾就立刻殺到 幸好就殺到城市 殺到城市 令到這個 事故的慘事就沒有發生到 那又獲得台形大量掌聲 那當然啦 上海街又在尤馬比太子那一頭 那撐炒車 這也是我第一次 因為那裡的家庭狀況 非常之 非常之 亂 問題是那個小孩 怎麼跑出去呢 家長不捉住 還是怎樣呢 好像是說 那個小孩 爭脫了家長的手衝出去 那當然啦 你說一個成年人 抓不住小孩 是很沒水落力的 那你 大多數的 情況就是 家長玩手機 做了其他事情 那一時之間 捉不住 然後小孩就衝出去 很多年前 我和魏鎮爭爭的一個問題 就是 有一天我經過 駕駛 駕駛 就經過一個地方 那就是 兩個小孩 在我的駕駛就道之前 才鬥快經過 鬥快跑過去 即是他們兩個是要到最後 就騙不住 以是顯示出 哪裏夠大膽 哪裏夠大膽 哪裏比較厲害 那裏 然後魏鎮就說 他有一天 駕駛車 突然之間 有一個人 就朝他的車子起飛腳 即是 好像一個武功高手 就這樣啪 踢他在車子上 那裏 我們倆在爭拗他的問題 就是 究竟比較危險 我和他 那原則上 起飛腳危險 他説起飛腳危險 我覺得他會危險 起飛腳危險 但他贏了 OK 另外當年的時候 休夫龍就告訴他 他那時候 他住華富村 他那時候十歲 就是休夫龍馬馬街 十歲的時候 他所有的小孩 就爬了出去欄杆之外 就是躲在欄杆之外 明白嗎 這時候不是凌空 你那些華富村 有天井 對嗎 那就是大家 誒 誒 即是放了一手 然後那個 伸向後 向後 然後再捉住那支樓桿 你知道他怎樣玩嗎 我知道 有印象 你也認識別人這樣玩嗎 認識別人玩 是吧 什麼都以往 是的 我真的這樣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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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天他不但這樣玩完之後 他說 第二天他離開了 他自己也再玩了一次 現在你給一千萬 他都不能玩了 就是小孩 那個男的小孩 本身是有一種冒險的基因 是非常昂久的冒險 相對來說 你2019年的黑暴 那些昂久的狀況 其實是比較死而過的 那件事本身是常常發生的 我告訴你 只是一個冒險 整天周遜都會走出來 走出來發生這些事 這些事是常常發生的 即是從大的 小的 或者無端端 可能玩Pucker 懶得厲害 無端端在幾樓 Pucker這樣跌到地上 跌倒了 這些真正會有的 是男生經常發生的事 很普遍的 但是你不知道 是否在小時候 小時候非常蠢 或者是少年的時候 都會醒來 嘩 懶得厲害 就要表演這件事 然後就誇張 即是很猛浪 小時候 我小時候 都不小 中一二的時候 通常會做什麼情況 就是 在公園那裡有些欄杆 即是那些欄架的 你會爬上去 爬上去之後 雖然那些層高 大約兩米左右 不全力 但你為了遵獻自己的勇帽 就會跳下去 那些時候 我們跳下去 都不夠過癮 要做什麼呢 就扮生兵 怎樣扮生兵呢 背著死人書包 十公斤重的死人書包 你一下子跳下去 接著呢 搭到地上 然後就說 啊啊啊啊 全身不高 所以 所以 每個人呢 每個男生呢 他成長的時候 他都經歷了 很多次進入世 即是你現在叫我做 那老虎蟹 我都不會做 背著死人書包 跳下去 頭到地怎麼辦 是 頭骨都斷了 所以每個男生都是出生兵 這些事情很平常 我想大家小心點 即是大樓是很平常的事 他在上海街 跳出去演出小事 他不是在高速高路跳出去 對不對 即是上海街的車不會太快 只要撞到也未必會死 但我只是說 這個小男孩 小男孩 或者少年 整個事情 其實是上海不深 不過女生少就比較少見 這個就是女生 是的 我這個女生來的 在生物學上來講 男性的出生是多個女性 那根據生物學的解釋是什麼 就是說 因為 這個人類的紅性 通常就會比較蠢 英文原文是 做些事情就比較危險 有自威傾向更多 為了確保社群的延續 就為了多刪一些男生出來 這個其實是有一點錯的 我講錯的原因是因為 不是錯 這個不是太準確的 就是這個男生 其實就是到了最後 一直到大了之後 他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到最後的時候 曾經有人 剛剛有做過 就是男和女的比例 可能是一比七一比八的 就是死亡率是高的 尤其是一些狀況 戰爭的狀況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一些人說 為什麽 男和女 為什麽一個男人 這麽色 為什麽不會生 為什麽不生 為什麽不生 是一個男仔對 就是男和女 天生的比例 不可以一對十 因為男人這麽色 那麼多 所以就這樣 但其實男一比例 在一個自然狀態之中 是可以男女比例很容易 因為男生的死亡率 到了某個之前 或者是有戰爭 是死亡率很高的 所以回教才是娶三老婆 因為剛剛有一個基因 做調查 我因為不是很肯定 不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不知道是否全部 各地方都是這樣 在幾千年前的時候 男女比例是一比八 就是可以知道 男性的死亡率是多高 是的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 小時候 比較瘋狂 或是荒誕的經歷 就可以到我們現場 一起分享一下 是 不要只有我一個人 哈哈哈哈 是的 那先講問到這裏 好 多謝大家 兩位國際 首先講一些中日關係 中日最近的關係比較緊張 因為在中美二加二峰會之前 日本和美國就出了一個不同聲明 內容都不外乎 昨天新的消息就是什麼呢 例如零欄和幾隻零五五 就經過宮古海峽 宮古海峽不相當然是宮海 你經過就經過這麼多事情 但是由於那個地理位置 就非常之間沖繩的關係 你引起人家緊張 也都很正常 但是在這個大悲景之下 外長王毅和日本的外務大臣 在4月5日就 中日關係和這個釣魚島的國際 就聊過聊天 那聊天 話就說聊天 但是 出來了那個feedback 應該是 中方的立場給過眼強硬 就是 王毅特別提到 日本不要把手心抬過牆 還有 某個施錄大國的意志 都代表不了國際社會 希望日本對中國 就不要 給一些 這些所謂的施錄大國 就大了節奏 我想日本其實 中國和日本 本應是一個和平關係最好的 即是 本身其實是沒有特別的衝突的 即是 當初的時候 如果不是有美國擺佈 因為中國和日本 其實很久之前 是屬於 很近似的不能和民同種 很近似的民同種 但是因為中央戰爭 也有問題 那就變成了 喊了教 現在對中國 也一直有些 利用仇日去 令到自己的國家團結 因為你要宣傳回那些事情 從小到大 但是現在中國最大的危險 我認為是 就是和日本的戰爭 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的機會不大 尤其是如果台灣的話 我想美國 會怕了中國人 美國多數現在這樣的狀況 他會找日本打 代理人戰爭 很大程度上 即是日本肯不肯打 是 即是如果台灣 他可能會找日本打 代理人戰爭 雖然有美日同盟 但是如果台灣 他不會打 不會牽涉到美日同盟 那很可能會是 即是如果日本有事的話 很可能他不打 就和日本打 即是無論如何 美國和日本是一體的 either日本打 或者美國和日本打 美國不會獨自和中國打 所以日本是無論如何 就變成 在前線第一個 一到戰鬥的時候 日本就必然做客戶 當然打仗這些事情 沒有人想看到 除了最基本的 卑鄙文人之外 另外就是 兵者就是國師大使 即是 見利則合 不利則退 那樣的意思 打仗我沒什麼所謂 我 我不是很反對 但是很反對 打仗打到自己頭上 即是 即是 人家打仗 我不會反對 你就打 你如果打到這個地方 只要騷擾不到我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 在中日的時候 所有的爭拗都會 影響到香港 或者影響到我自己的生活 而我又未 即是 如果有得 一百幾十億 那我 不要緊 你打仗 我先去加拿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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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是 走一走不到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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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日本 都是 很喜歡 很想去住的地方 而且 是我能夠 有機會 賺到自己的地方 我當然是不希望他做法 但問題是 這個是極度危險 是一個 即是屬於 是一個防疫庫 即是 如果中日打仗的話 對我的影響 應該比較大 因為原意外 應該要走過去 他收不收我 收不收 收不收 很簡單 差不多 每個讀公司的人都想過 你想過嗎 當然 你這麼小顆 不過小顆 所謂的 現代戰爭是按電話的 你的電話可不可以 OK 不過 他們 中央都打算 無實合作 打算用錢收買日本 因為現在日本經濟也不太好 但他老闆也更加不太 所以 中國看看 錢又有些 看看可不可以 雙方推進行作 中國全部都有錢收買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全部都有錢收買 很正常 所有朋友一開始 就先走路朋友 沒錯 剛才說到錢的問題 又說一些賺錢的事情 就是 這間叫網紅奶茶店 就是在深圳開幕 這間店本身是在湖南長沙開幕 現在有人去深圳應該開了三個月的林士店 結果這間奶茶由20元被人炒至200元一杯 為甚麼呢 有甚麼特別呢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你也不知道 如果大家 各位觀眾應該都比較了解內地的情況 炒至200元一杯是非常誇張的 因為 即是 看這個地方 除了看它本身帳面上的經濟 即是那個錢銀數目之外 很大程度是看它的實際購買力 那 內地一元人民幣 它的實際購買力就等於港幣三四元 所以人家賺4000元等於我們賺12000元 那即是說一杯200元的奶茶 對於香港來講 可能只有600元 或者差不多 那600元應該對大家去普慶吃這餐自助餐 去哪裏 去普慶 普慶在哪裏 不是普慶 為甚麼會特別說一天 普慶吃自助餐 因為我早前去普慶吃自助餐 我以為特別出名 我想我們只會調查一下 因為我不知為甚麼 這也是一個理由的 即是奶茶文化近來就在內地很紅 但平時喝的奶茶應該都是不僅12元而已 那當然有貴的 就賣20元 那是否200元的世界少見 我認同 剛才說 我認同一個人很喜歡喝奶茶 他喝奶茶 那些人想奶茶很飽 奶茶可以當飯吃 那天是麻煩家有福樂 他是喝奶茶當飯吃的 每天下午不吃飯 甚至是喜歡吃一杯奶茶 因為很下胃 可以當飯吃 當一餐 那我講起炒價 除了奶茶可以炒煎之外 其他地方都可以炒 就是買李林波蟹 因為隨著新疆棉花那件事 越催越大之後 那其實 那當然啦 就是那個情勢一爆發出來 那大家就暫時會 會摒起這個海國貨 轉而撐國貨 特別是現在其實 就是越來越 就是會高漲情況之下 那不理性的行為都開始多了 那內地傳媒呢 就近日報道 就是國產的人氣波蟹 譬如說你林排這些 就炒到去很誇張 甚至有些波蟹炒到上五百元 那些幾百元的波蟹炒到上三千多元 那情況就是炒到一十倍 二十倍一百倍 那搞到官媒呢 都要出聲 去進行一個批評 就是說 借機的台價 其實是自絕門路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做炒的出生 我覺得以前炒的Yes card 如果你不炒 你不炒才是自絕門路 就是說你之所以成立 譬如Nike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官媒是錯了 那樣東西其實之所以存在 之所以能夠維持到一個高價的 就是炒賣 Nike就是炒賣 你才是等於有一個是製作的價值 但是炒到五萬元 真的比較少 沒所謂你炒到五萬元 十萬元 你其實有炒作才是有什麼 不過我想官媒最擔心的 不是炒價 就是不是叫做一時的炒 而是國產東西 幫忙去到這個高的價 會不會變成另外一種 的波蟹的破壞經濟 我想不是破壞經濟 就是我看所有的東西 直接買的手段 所有儀式 你根本上賣不到貴 除非你想賣你的東西 是值幾十元的 你想買值幾百元 或者一兩千元 三千元 你必然是一個炒價的 如果不是你搞不好 如果不是的話 炒價是會發生的 如果你想做高檔產品 你會想出名牌到你穿 都會炒價 不過高檔產品這家東西 李寧可能早些 老實說 就是 目前 其實 內地的國家隊 體育隊都做 例如找Nike波蟹 來做 製色波蟹 因為很簡單 就是之前 有人穿四名波蟹 打算為國真光出打球的時候 就是李寧太太 結果搞了養傷半年 都差不多 這樣說 我當然不認為現在可以做到 但這個是未來的目標 所以你希望官媒 你首先要知道 我想社官媒那些人 很多人不明白經濟的運作原理 或者不怕運作原理 你是不是想做高檔產品 你做高檔產品 你一定要接受這件事 以前我們搞的東西 是自己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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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自己炒 你一定要自己打來炒 不止是這樣的狀況 你要明白現實 現實就是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就不行 你這樣做就有機會 也不肯定不行 所以這件事 你必然會發生 我希望這些波蟹 越整越好 不過 新鑫研發對我的影響都不大 因為我很少買一些 被通促的品牌 H&M 和特殊 這些 基本上都沒有 我講完這些炒戒 又講一些我們很關心的議題 女權的問題 現在女權到她 太水頭上洞土了 有一個支持女權的人 就在網上發一個訊息 就是說什麼呢 他就說 女權 為什麼北京天安門要掛男人相上去呢 就是 開過十大元 所以都沒有一個偉大的女性 全部都是男人 不想不想怎樣 當時可以這樣通過 就叫大家一起 對外開花 那件事是 事實來的 事實就是 當時真的沒有女人去做這件事 難道掛鄧榮超 掛宋慶寧嗎 那件事你真的沒有功勞 當你可以說 因為之前是女權問題 但問題是 你不會說 天安門要掛那件事 你硬要找女人出來掛嗎 那件事是不行 那你掛帽子 除非你掛帽神當老母 你不是 你真的很難搞這些事情 女權問題 其實走到這個地步 已經去到瘋子的地步 就是 女權 黑人維權 所有這些都是 維權 所有都是去瘋子的地步 即是如果你聽我們 就像美國那樣 說什麼政治正確 那整件事都不用做了 即是政治正確這件事 近年來 就是越來越常見 甚至是 現在看電影 裡面都要充滿著 政治正確的元素 我記得最新一套 我看過的 除了《Star Wars》之外 就是一套叫《Overlord》的行動 即是他的電影 那裡面的故事是什麼 就是很老套 劇情就是以戰的時候 落萬帝大空缸 一批美軍的散兵 就散了到法國其中一條村 剛巧撞正首層 那條村就是 這個北軍整喪屍的秘密基地 這些很逐號 究竟在於什麼呢 散兵是黑人 當然 旁邊的朋友看 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我那時候忍不住 說了兩句 就說是否搞錯 二戰散兵怎麼會有黑人 立刻就說 你又要不要這樣說話 又沒有這麼看不起黑人 那歷史是沒有黑人 是的 你要遷就找歷史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 就是二戰散兵可能有黑人都沒有 二戰散兵可能有黑人 因為那天事件很多黑人 是走上去前線的 但問題是 事實就是 事實就是 有些事情發生了就發生了 或者那件事 就是你要去爭論 男人做到的 女人都做到 那如果這樣麻煩你奧運會 也不用跟男女 就是那件事 很多人硬硬來 已經到達這個地步 接著Summers就說到 一個女人 哈佛大學校長 就因為他說 女人的數學水平比較低 那就下台了 那為什麼女人 不可以說女人的數學水平比較低 我也不明白 整件事已經到達一個反智的地步 就是一陣子正確 這陣子正確都燒到學術界 現在越來越多 研究歷史都在討論 這個女人在當時受到勒迫的物體 接著又說女性反抗 這些全部都搬過去 是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 但是希望這位小朋友 最少說得出名 就是天安門花的藍的照片 其實藍的是有名的 是啊 那天安門對著Support 就是他的紀念本 就是那些人連毛澤東的名字都不懂 所以我認識到有些人 是每天都和孫中山的照片都認不出來 是 那這個是紀念甲的問題 又是說到奴重談 就是中市必修問題 是 那當然無聊新聞多 就是因為社會風平浪靜 那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好事 是 沒錯 那兩岸就先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 隨著比特幣市值突破1萬億美元 作為數碼黃金 成功搶佔傳統黃金 十分之一以上的市值 並且正式進入主流市場 越來越多機構的投資者增相買入 美國1.9萬億救市計劃已經批出 全球央行放稅都接近最高峰期 加密貨幣正進入牛市的下一個階段 那究竟會是百花齊放 還是群魔亂舞呢 進階比特幣以及加密貨幣課程 都將會詳細地和大家探討 而參考上次牛市的經驗 這個階段可能是最瘋狂的一段 上個月的比特幣入門課程大受好評 已經報讀入門課程的學員 會獲得2000元的進階課程折扣 想學最新和必學的加密貨幣知識 慢慢錯過 我們知道 有些不同的進階 會有您的消息 會有您的消息 不要這樣